下集的《環遊世界》,《垃圾》始終都是在香港 上一集剛剛講到唐英年的英文 唐英年是禁止辭職 政府的思維 唐英年,現在真是感謝他 本來我們以前沒有中文翻譯changers這個字 現在有了,就叫做唐英文 好了,香港有個唐英文,台灣有個蔡英文 試試唐英文對蔡英文開個辯論大會 看看如果唐英文這麼有幸做特首 如果蔡英文又做到台灣總統 大家只抽過 香港人就真是可以挖個洞鑽下去 因為原來我們有個這麼收家的 做我們的特首 好了,這種人 他的悲劇在於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的水平太低 低到一個地步 他不知自己怎樣低法 但是他就強出頭 就是所謂的煩惱堅強出頭 他就要強,由於他的底層自卑 他就一定要出來做特首 這個就是當年董建華已經出現了的悲劇 不過唐英文就比董建華更差一筆 因為總建華至少有個心想做好這件事 你這個唐英文除了會飲幾杯爛紅酒之外 什麼都不懂 因為典型絕對的一個元父子弟 一種元父子弟二世祖垃圾 然後共和國可以將你當保 那麼這個共和國就變成了對香港人民來說變成共和國 即是你一起找一些人來搞和香港 共和國 你都可以讀作共和國 即是共同搞和你的香港 然後不知道你這樣搞和香港 長遠是影響你自己 那你怎樣看,是不是你益了梁振英 我不管他益了誰 總之你的問題就是 你不要問 千萬不要用這樣的排除法 哎呀,如果不是唐英年死了 梁振英更瘋 這樣你永遠都不敢去排除 永遠不敢去排除一個這樣的垃圾 是不是 一個唐英文垃圾 你夠40歲不如試試選擇 玩一下也好 不要玩這些事 我們現在要問這個唐英文垃圾 是不是 或者是唐英犬 它又是一隻唐英犬 你不知道以前只有英犬 又不知道有些changlish的鷹犬 它又有一個狠狠 它在右表面是唐 但是實際是一隻鷹犬 所以唐英犬 唐英文 唐垃圾 是吧 以前沒有辦法形容這種高官 現在有了 中國來的垃圾 其實是中國 幻養成它的垃圾 所以是唐垃圾 唐垃圾先生 你真的 售價 你說這樣的英文 是不是準備去CNN接受訪問 他之前 《Omping 360 》也試過 《Omping 360 》 《Omping 360 》 你真的售價 連英文也說不好 是吧 其實說不好沒問題 說不好本來沒問題 你有主題 你說我不懂得說英文 我問中文 是中國人 香港人 你不要學人說垃圾英文 然後告訴別人 原來我是由中文垃圾翻譯成英文的垃圾 真的有聽過嗎 我沒聽過 即是一頭冒水 他是人中水木彈 即是甚麼 我馬上認譽 香港政府現在出賣了人中水木彈 人渣 不是水木彈 水木彈 水木彈 但也不夠這個Fucking Bullhead 這個人真是活命 有兩個人爭 他的主子就是當勞非人爭 爭是有企人鞭 他不是和尚 他沒有菩薩心腸 所以叫做非人爭 明白嗎 當勞非人爭 當勞非人爭 下面有一個Fucking Bullhead 證 即是曾偉雄 為甚麼要教你用英文Fucking 因為這個字其實粗口 你又說粗口 其實是一些很合理的形容 因為你要去形容現實上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這樣的人 你想想他在毫無確定證據之前 他竟然去倒轉頭 因爭論證據是笑大人的嘴 如果像是全世界人看到鏡頭前 你推進門口裏面 他用粗口罵到你爆 也不是他錯 為甚麼你阻礙我 你阻礙我走出來 為甚麼你阻礙我公民權 關他講錯甚麼事 神經病 因為他不夠六尺高 警察最難口罵到你都知道 警察最難口罵到你都知道 警察最難口罵到你都不重要 問題是你補一下 如果補一下你那群這樣的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那時那群就是criminal 你那群罪犯 人家走出來 你突然推人進去 不讓人出來 或者你推完之後 好像你自己形容 開了門 拉到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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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你都在犯犯 這些就是 如果稍為我 我希望appear香港的三成左右 頂籠我會以為 有三成左右 有少少西方文明 sense的人 你明白的話 你就知道 這些人是應該法理上 立刻逮捕他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罪犯 如果你對著一個罪犯 如果罪犯向你撕捕你 你罵他粗口 你都不是犯犯的 沒錯 除非你打他 就沒得說 如果你不斷用粗口罵他 好了 用粗口罵他 可以延強 用英文叫 延強對家 繼續禁錮你 曾先生 我真的不好意思 本來不應該說這句 你這句很傷 很傷 就是兩個聖爭的 其實沒有資格 做他的官 因為他連大學都未畢業 我不是想笑的 本來這個世界有些人 大學未畢業都可以做領袖 譬如英國的馬卓安 他大學未畢業 他做到 但為甚麼 因為別人真正自學成功 有大學生的水平 但曾蔣任權 即是你的老闆 李老闆和你 兩個 曾偉紅 是沒有水平 是 沒有水平 做一個 做警務處長 證明你根本就不稱職 還有 你令到香港的 所謂以前的皇家警察 一全部變成了不稱職的 爛仔公安 為甚麼 真正做皇家警察 或者做一個發達國家的警察 他首先教他 就是你如何尊重人權 你如何在一個合法情況執法 你一發覺自己不合法 你都不敢執法 因為你執法是白執 因為為甚麼 如果你沒有出事你的身份 我是警察 然後你拘捕了人 只要這個口供 你不敢否認 上到法庭一定要放過人 不可以拘捕 因為為甚麼 你沒有出事你警察的身份 你們好像未看過荷里活片 荷里活片間中也有一出是這樣 有個大毒犯 不是引你這樣 你這幫傻佬 在口氣的時候 在一宗爆竊我那裡拘捕了我 然後你是爆竊我 拘捕他 你不可以告他是毒犯 你明白嗎 西方人家的文明 為甚麼進步過你中國人 你中國人為甚麼 永遠出一些追尾 然後可以撞得到的高鐵 就是因為你不尊重文明的基本 基本準則 文明的基本準則就是對權力限制 他的權力行使本身 是一定要跟足執法 如果沒有充分的 即是合法依據 亂做 所以他有在整合核心保安區 然後被人笑爆 然後就說這是我的技術名詞 你聽你不懂 你不懂自己死得爆 關我甚麼事 關我甚麼事 問題就是 核心保安區都不成立 如果你根本上 現在是沒有人司法覆核 如果司法覆核你 根據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全世界的公民都是有公民權利 行使公民自由 就是我本來 我隨時可以出來示威 我如果出來示威 需要通知你警方 是因為我好心 我告訴你 我免得你難做 我免得到時阻礙別人 於是我通知 我甚至可以不通知警方 我可以在一個網台通知 或者在一個電台賣廣告通知 我哪一天示威 各位朋友 不要開車去那裏 我免得到你 嚴格來說是這樣 所以 政府和公安的責任 其實是facility 說清楚這個字 你如果不懂英文就去查 是facility 便利市民去示威 而不是去阻擋市民去示威 好了 你現在香港那些沒有水平的難關 包括葉劉淑儀 證明他是一個沒有水平的難關 他便一樣說這樣的垃圾 在一個政要來到的場合 最重要就是保護政要 幾嚴密都可以 你便證明你只能夠適合 在香港這些第三世界的地方 做保安司 你滾到英國看看給甚麼工你做 因為你不明白 在一個發達國家 如果你做到一個警察 不要說首長 行動指揮官 你都應該有一個水平 所謂在一個辯證式的情況裏面做事 即是甚麼叫辯證式情況 如果這個世界永遠只有一個鋪 我的鋪就是保護政要 保護到鐵桶這樣 我用你去做嗎 我找任何一個最爛的人都可以這樣做 我下死命 你要保護袋 他不要被人傷到 結果怎樣 如果你找一個最爛的人 讓鐵桶裝著李克強過來一批 是嗎 讓防彈的鐵桶 物不透風洞都沒有 除了吸氣之外 那當然沒有屎彈射到他 但他來做甚麼 你明明他來做甚麼 送禮 他來做show 他來親民show 要去訪問人 訪問人 即是他另外一個鋪的要求 就是他要給親民形象 他要跟人民握手 可能李克強也想接見那個 奇怪的學生 當然 這就是那個問題 乖啊 好好好 聽到 可能他也想 人家所謂第一世界國家的水平 所謂smart power 你那些蠢才懂不懂 你葉劉淑儀 糖垃圾 吐頭症 你懂不懂甚麼叫做 甚麼叫做smart power 你根本就完全是stupid dumb power 即是你甚麼都不懂 你只懂 你只懂 暴政 你只懂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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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單止封香港大學 你應該封了整個中環 所有人都不准入中環 當然 全部車都不准走 包括你地下鐵路都封了 你做了些事 你便可以絕對保護證人 所謂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即是找一些假人去 是的 所謂 所以 保護要人 是氣來的 安全規格是要最高 這個說法是 妄人先生 妄人先生 是空洞的 甚麼是安全規格最高 不如射上太空降下來吧 是的 有人在弋其歡迎 他又是假人 是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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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曾蔭任權的反骨仔 都可能暗殺他 不如你找個假曾蔭任權 是能半變的 找個機械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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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樣而已 這些就是你這個第三世界社會 香港現在的悲劇就是 你獨立到第三世界 那些事 我講完後 有很多人都很生氣我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明白我的事 你生氣我 就證明你是第三世界國家水平 你不用跟我講 不過我現在主要是和八十後說 為甚麼 因為我們的未來希望 就是香港八十後那班有水平的年青人 都說 大家都明白我們在說甚麼 香港的核心價值 當然不是 向著你的偉大共和國這架高鐵去追尾 追尾就會撞死去撞死 現在我們是向西方國家靠攏 即是說那個西方文化價值 不是那些虛偽的西方文化價值 不是包括美國自己 出以反映的虛偽文化價值 是他們自己說 我們最理想的那個 亦都間中有些有良心的西方人 表達出來的那個文化價值 向那個靠攏 而且香港的未來 香港將來成不成功就靠這個 你如果靠你向偉大共和國 追尾 我永遠都追到北京和上海後面 我怎會贏北京和上海 北京和上海就充斥這些東西 你又不對 開放人民幣 經濟呀 有經濟才有民主 最近那班笑到你死了 上海有一個手術室 病人麻醉到一半 突然間隔離的手術室鎖 那班醫生可以全走去 然後跟著病人在那裡無電 然後死鬼了 哪裡來的 死鬼 上海 偉大的上海 中國第一大城市 我好害怕 那你說你不要去上海入院 你不要以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入院 你肯磅水就有最好的醫療 他一停電 他就可以放下你 你整班醫生都走了 然後死了一個人 家屬追究 然後就說廢話 非常時期 典型說廢話 就說非常時期 第一 第二就說 我們預計的病人在半個小時內都不能死 所以我們打算出去半個小時 你真是你聰明 死於以來 整體都做了 然後還要說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說九萬個垃圾 如果你真的稍為有些基本的通識 你就會問他 喂 你手術室不是有緊急 後備電力 對 手術室不是防火的嗎 第三 隔離手術室火災 不是應該存在那間手術室 怎麼會散發出來 你一問下去 十萬個問題 即是說 這件悲劇 要能夠發生 是有十萬個問題 十萬個失誤 那個救火候 假 假的 還有三條青鞍 你信不信呢 首先我們現在的問題面對什麼 我們最後一間 我順便說 就是這個反核 就是我們有個偉大的成大校長 郭偉先生 在這裡說完這些垃圾 這些都是拿命的 這是二十年前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的現象 當時香港 我們在浸大搞了一個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請關於生物科技 請了全部的科學家來 好了 你知不知我 從頭到尾 嚴肅認真參與了所有活動 結果我突然看到 中國人的科學家 是特別低B的 大文西 特別低B 什麼意思呢 全部是一種科技迷信主義者 是沒有對科技有任何critical thinking 如果你不認識 我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所有同學學通識 一定要明白 什麼叫做critical thinking 對科技 如果沒有critical thinking 你根本就 就是所謂不配做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社會的人 因為科技本身最喜歡騙你 是嗎 說來聽聽 各種科技 好像現在日本 現在日本這件事 香港好笑的 順便說 無線 就會覺得新聞透視笑到你爆 是 走去找一堆記者 傻的 也不懂的 走去 然後就說 你看看日本那些所謂 那些所謂 核什麼牢 不是的 那些檢測紀嚴密 你用不著這麼害怕 怕日本來的東西會吃瓜 吃壞你 傻的 日本這個國家這樣 是 這些是悲劇式的形容 真是 告訴你 因為由於香港過去三十年 沒有製造業 沒有製造業 即是沒有科技人才 留在香港 因為製造業才有科技人才 全部變成清一式金融人才 第二 香港的教育 中三開始分科 大部份人讀文科 理科最多讀到中五頂龍 中六、中七讀理科的 寥寥可數 那批人做了醫生 做了工程師 沒有時間采理 亦都沒有在公共輿論討論問題 亦都可能他們自己都忘記了科技系列 所以他們完全不懂 用科技角度看問題 於是 好像這些核災難出現後 你卻完全不懂得去明白 那種方法 那種方法是甚麼 由於核電本身最後的目的 是要產生核燃料 核燃料最後的目的是要做武器 所以核電一定是千方百計 掩著很多的黑幕 沒錯 一定是千方百計掩著很多黑幕 如果沒有基本通識常識的人 你一定是傻的 被人騙到爆 然後你在日本 現在日本這樣的情形 你知道日本現在的局面是怎樣 在福島 福島事件之後 福島周圍五十公里 那批日本人就好慘 全部走了 他都是Expo幾日 從五十到二百公里 那些人從來沒有走過 那那批人怎樣 現在天天在吸收高核輻射 好 然後在吸收高核輻射 你知道他的悲慘命運是甚麼 和1945年元爆之後的 廣島和長期的那些幸存者一樣 是被全日本所有人隔離 歧視 因為覺得你就是一個輻射污染源 輻射人 你是輻射人 你不要碰我 那批人其實很慘 日本這個國家的悲劇 你平時也沒有做日本看護士 我不是說我很擅長 但是我甚麼都看著 所以我就會看到 你長期做日本的日本看護士 你就知道 日本這個國家 在某些方面 和中國一樣沒有得救 就是說他那種官僚制度 和人民那種所謂 忍辱負重是一模一樣的 死忍、難忍、不敢發難 於是你完全無法覆蓋那批人民的痛苦 那你傻的 你就相信他們的旅遊那些推廣 然後說現在本州北部便宜 很正 本州北部便宜一半給你去 拼命去 那你便死定了 我上課 我上學期尾 因為三月出事件 我已經告訴我的所有學生 特別是我的女同學 為甚麼是特別的女同學 因為她會懷孕 你告訴女同學 你生兒子前都不會去日本 特別是北部 你只可以去沖繩 九州 去到關西算了 東京你留一會兒就很離開了 你千萬不要去日本北部或北海道 我都不敢說 因為那裡的污染 如果你吸收了 你便會變成污染源 你便會影響你的兒女 即將來的兒女 你的懷胎 好了 你這個小孩 十五歲前也不要帶他去日本旅行 不是跟你開玩笑 你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香港就充滿了那些 懶是厲害的核電專家 喂 建核電廠不是代表你懂得搞核電事故 嚴格來說全世界沒有核電事故 除了赤爾諾貝爾那群幸存者 赤爾諾貝爾那群幸存者 你有沒有人請過 沒有 為甚麼你那些國位 可以夠膽死自己在這裏說 說廢話 說給人家沒事 那一個成大開核能系 噁心能系 你就去讀 如果你真正認真去讀 如果你們不認識的話 你用心去讀寨廠的那些 講核電的書 你就會發覺你越讀越害怕 因為他們說得很安全 不是的 有很多狠話給你聽 那些狠話 你不認識而已 你不認識就看 我看過英國王家的核學會出的 他們寫得很好 普通尼亞米 所有的核電廠就是普通尼亞米 明白嗎 即是說 不元素 不元素本身不會天然產 在哪裏產 就是在核電廠產 他們試核電廠就是普通尼亞米 聽過沒有 即是將那些東西製造武器 等於日本的垃圾堆填區 是甚麼 是稀土金屬的米 知道嗎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可以掘大堆沙 在裡面找稀土金屬 我現在全部的流動電話 丟掉電腦 丟掉到堆填區 是否可以在堆填區裡找稀土金屬 這些就是概念 這些概念你要懂 你要明白 你要有一定的通識才明白 然後看 看完你才懂得分析 嘩 這麼恐怖 日本現在是一個很恐怖的國家 它那些這樣的核輻射 我在加拿大沒看到資料說 它那個所謂蘑菇雲 根本去到這些核輻射 去到加拿大 一個月後 加拿大又死不肯說 現在在太平洋有一大地方 是我們中國的監測看到的 太平洋有一大地方的那些輻射是特別厲害的 即是說 過去未來三十年 各位朋友你很喜歡吃日本壽司的 你也要記住 魚生的 有些深海的魚生 你不要吃那麼多 特別是甘倉月 甘倉月 即是Blufine Tuna 真的不可以吃那麼多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塊是有輻射 沒有負責的政府幫你檢測的話 你不知道 這些不是開玩笑的 這些就是通識 這個世界那群人哪有懂通識 即是基本上的權力已經是換取了 換力是經常蒙蔽你真正的知識 所以為何人民愚蠢 為何人民可以大學生這樣去罵他 就是因為人民沒有知識 亦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的dignity 你等著他不會去示威 你怕死 你也沒有公義心 你不會去示威 總理不是來聽你說話的嗎 不是來聽你說話 是學什麼人做總理 不要回家睡覺 這個悲劇的地方就是 香港現在是墮落 快速墮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 去做菲律賓吧 算吧 好 多謝仔 Sir 兩集很討厭 我們好像很不夠被一樣 是的 不要緊 再找仔 Sir 我們稍後再錄 好 多謝你仔 Sir 拜拜 謝謝